我讀產品設計 我想要適應大氣喉 不是讀那一行就要做那一行 我想做外賣店一定是要快 如果你一開始就大型 想坐到幾多人 反而我覺得會反效果 你專注不到你的品質 咖喱是我們從小都吃大的 一個味道 因為媽媽煮咖喱很好吃 然後它有它的味方 融合了兩個味道 一個就是巴基斯坦 一個就是印度 將它們兩個的味道融合 再加上我們的獨特的煮法 就出來了這個效果 我喜歡這個醬汁 而且它是好味道的 我可以看到它是很新鮮 做得到 我們使用的牛 就是加拿大牛 那個崩沙位 其實是一個肉欖的中間位 我們也有些同行 來罵 為什麼你用這麼貴的食物 為什麼你用這麼貴的食物 開這間店之前 我都籌備了一年多的時間 煮食的方法 時間控制 選肉 真的很多東西 其實這個流程很簡單 回來開門 進廚房 開爐 準備湯 檢查所有的肉 收拾水 就是準備開門迎接客人 一定要親力親為 你了解 起碼知道 如果將來請到別人幫助你 你也知道他 你也辛苦 離開 遊家 搖滫 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